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常伯草的故事里面 已经知道了 茶的发现和利用是怎样开始的了 在文间传说里面说 头有独角又帮了两只门牙的祖先 神龙氏 去说 他就是将露水 和跌下来的树叶 一起喝下肚子之后 我想 这些应该是最原始 最纯粕 最古老的艺术方式 唐大师 晓芸 赵芸 赵芸 欧生 在石头上 採茶飲汁 生与逆意 天台山最早的茶 对港是三国时代著名的 廉丹家郭元所种的 因此它既是天台山道教的秘祖 又是当地的茶祖 它开辟的郭仙茶谱至今还在 道教对自然 对生命的那种热爱 对现实生活的那种打官 都是和一般中国人的精神不合的 反映在饮茶上 就是中国人独有的乐生精神 这些行走杭州国立山中 洪泊道姑的小道姑 一边修炼山中 一边作为外地人 开泡泊茶室服务 提到茶茶以为一味 就不可以不说到佛教了 国庆寺天台中的法源地 历生人们都把茶和他们的宗教 融合在一起 他们总结了佛门喝茶的三大好处 一是坐禅时可以通宵不灭 二是能够助消化 三是能够益制欲念 坦大以来的中国僧侣寺室廟中普遍切纳茶堂 僧侣一早起床就走到忽前经共茶水 禅中要人有一副平常之心 而茶又一个有平常之心的月里 恐怕是最接近日常生活的象征了 宋代余航的荆山寺曾經舉辦過無數的大型茶宴 並攻全日本成為日本茶道的歷史淵源 由荆山寺帶回日本的茶碗 因為荆山寺屬於天木山 就被稱為天木碗 是日本人十分珍貴的茶具 中國的佛教聖地歷來就是旅遊聖地 這裡是天台山的天台中 有很多日本的信託來到這間國青寺來朝拜 然而這裡恰巧也是中國道家茶和佛家茶的法源地之一 十兩步步間 八八年前就曾經有一位 來這裡學經求佛的日本茶聖榮西 今天這裡就自然成為了 中外遊客觀光的重要景點 漁航的荆山寺重建了七次 殘存的遺跡已經所證無幾 但是他在日本茶人的眼裡是非常神聖的 因為這裡是日本茶道的根 供奉在這裡的牌位當中就有日本僧人的名字 從修以後的荆山寺更加輝煌 陝西省法文寺自從在地宮裡出土了聖堂欺中皇帝 現給佛祖貢品中有一道精美絕倫的茶具之後 而名洋海內外 大千世界上的各種茶都包含著不同形式的茶藝 而他們又各自都具備了觀賞性質 中外茶人的茶藝交流 往往又是一種不同民族 不同雜族之間的觀光旅遊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雜 不同的風雜當然就有不同的風趣 上演到上有天堂下有蘇行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 廖住杭州西湖一圈 各種風格的茶室 都是美不勝修的